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倪漫天最终输了 但李纯的演技和倪漫天这个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李纯另一个给观众留下较深印象的 是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大反派素景 李纯饰演的素景在影片中是气场全开 很独与美貌并存 李纯的素景曾被知名媒体人称赞 反派的气质很高级 因为电影版的剧情设置 李纯版的素景也被网友称为电影中剧情的神推手 李纯还有一个微波鲜火的角色 就是如意传中的终极反派令皇贵妃 这个角色在剧中的前后新助理程颇为复杂 但演员的演技会有很大的发挥余地 而剧照中的李纯就能看出令妃心机深沉 且也心勃勃的个性 很期待李纯的这个角色了 毕竟在剧中戏份非常重 神雕侠女中的李末首这个角色 现在观众记得的比较出彩的就是刘亦菲 黄小明版的孟广美饰演的 还有就是于正版中秒杀小龙女的张新宇 沙马特发色的孟广美 因为演技让观众记得 张新宇又因为美貌和戏份的加重而出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